青江菜和火腿加香肉 分别切丝再切丁 另一边同时将猪油爆香 蒜头菜肉跟着下锅拌炒 最重要的则是使用台大出品的台南16号 曾经获得全国迷迷产地冠军 比一般米贵了三倍 师傅利用铲鸭转等不同手法 将这一道翡翠菜饭炒得粒粒分明 米很特别 听说是台大种的米 它有点弹性 然后这个口感真的不一样 粒粒分明 然后不会湿湿粘粘的 那青菜味道就淡淡的还不错 另一道销魂东坡肉 师傅坚持使用150斤重的母猪 浓尖和度没有稍微 小火慢炖6小时 最后还得淋上特制卤汁 是由酱油 冰糖和酒混合而成 东坡肉夹进挂包一起吃 带着肉香 酒香让人食欲大开 软嫩然后不烂 肥肉的部分并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油腻 还有搭配一些青葱跟香菜 所以口感上蛮清爽的 用餐时段几乎客满 这家上海菜餐馆 由于临近台大 许多教授学者都是做上宾 甚至连美食家胡天兰 都称赞这里有全台最好吃的东坡肉 背后老板原本从事建材业 因为儿子就读餐饮科 他便砸下千万元 跨行开启西餐厅 不过开店五年来年年亏损 直到找来饭天美主厨坐镇 转型中餐厅 生意终于有了起色 像我们店里把所有的味精都换掉了 再加上说我们都很坚持要买温体肉 所以其实我们的食材都是当天叫当天叫 好的菜再加上好的师傅 希望我们朝米其林一新的方向去努力 李静入行近四十年的饭天美主厨 其实是马来西亚华侨 当年十九岁就来台打拼 从月薪五千元的小学徒做起 虽然不懂中文字 也不会讲国语 但他却很努力 一步一脚印学习 单单的青山菜啊 豆苗啊 这个菜还分不清楚 很辛苦的 我不贪心 我不想做一天要学实样东西 我必要我一天学一样 一天记忆一样就好了 我就不会被骂了 随着大众口味改变 饭天美主厨也发挥创意改良老菜 像是酒黄鳝鱼 不同于台南炒鳝鱼的脆甜 这里吃的是软嫩口感 另外他也把鸡汤用茶具来盛装 里头含有养生食材 铁皮诗糊 麦门东与花旗参 让你先喝汤再吃鸡肉 慢慢品尝不同层次 我觉得要把上海江制菜 要做得好吃到底很不容易 以这家店来说 他有做到整个江浙菜的 比如说农油 赤 燕 这样的几个特色 越简单的菜 其实越看得出 这个餐厅的功力 虽然这里装潢高档 但走的是平价路线 让消费者甘愿 一再上门变成常客 也让台大商圈 多了一个美食新地标 东三餐新舞 蔡友达 邱清辉 台北报导 大商圈 都口味不辨 重视 档